陈欢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举枪是什么样的场景吗 说到第一次举枪的时候呢 其实是在2019年的3月14日 因为当天是我刚刚申请加入我们的狙击集训队 然后我看到了我们那个教友 把狙击枪抱过来给我们示范 当时我就被我们狙击枪的那种修长威武的身影 就深深的吸引 然后呢我刚开始打的枪其实并不是88G 打的12.7毫米妖明式的狙击步枪 那个枪后座超级大 然后我就听了教友的情节 大概理解了一下动作 就趴在那开始打三发弹 然后300米 那也是我第一次打枪 打那个狙击枪 然后一去看成绩就两个11个9 还挺集中的 对 然后我们就是当时 第一次打枪就打出来这么高的分 对 其实我们都没有想到 因为我那个枪后座超级大 就是在所有狙击枪里边是后座非常大的 然后我们看到成绩以后大家都很惊讶 还说感觉你挺有天赋的 其实我觉得那一天就打这个枪应该是 就我自己的狙击生涯 一个比较完美的开局 然后后边就接着进行了大概六个月的时间 正好也可以讲一个小秘密 其实我从当兵的时候就特别的想要成为一名女狙击手 正好可能借了这个机会吧 也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愿望 为什么当兵之后就想成为一名狙击手呢 就当时觉得狙击手特别神秘 特别酷也很帅 然后也之前有看过一些电影电视剧里边 就是女狙击手也有战绩非凡的那种 就是成绩啊 感觉非常酷嘛 就想成为一个女狙击手 而且当时可能想到我们狙击手这个职业呢 在将来的战俘上肯定是能发挥它的优势的 嗯 对